上期视频咱们说了慢脚上的抽象未成年 但是这些未成年在慢脚上还不是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我跟你们说 就是那些30岁至50岁的中年用户 只要是经常刷慢脚的应该都知道 这些中年用户最大的特点就是利器重 而且特别会挑刺 假如说你干了一件好事被发到网上 他们不会夸你 他们会找你的不适 比如说这个农民工之前发布在工地的视频 然后回家拍了两期日常 就有人说他之前是炒作 还有那些免费为山区老人做饭的主播 这些人不会夸他有爱心 而是指责他的饭做少了 做错地方了 就是丝毫不提人家为老人做饭的好心 其次还有网红捐款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但这群人他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指责这些网红捐的少了 说什么这些都是作秀 有本事把命给捐了 但你切记他们就是丝毫不提人家为灾区捐款 灾区的人民感谢他 就是疯狂挑刺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慢脚上这些中年人 比那些未成年还要烦人的多 一般他们都是生活压力大 看不惯网红挣那么多钱 然后就想方设法的诋毁人家 让自己的心理平衡 而那些干了好事他还要喷的 就是心里严重的不平衡 就是要找人发泄 所以你喷这些人啥都没用 你就得说他工作 说他事业 说他存款 你这么一说他准破坊 不信你去试一试